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怀全球开拓视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视野 让大爱带您认识全世界 我是赵福昌 委内瑞拉又再度登上了国际版面 这是因为民众上街世卫抗议 马杜洛政府的外汇管制政策 让许多报社因为缺职而关闭 最新的发展如何 待会我们有详细的分析 而风靡全球的虚拟货币 比特币又遭到骇客的攻击 让投资人感到相当不安 到底比特币的优点缺点为何 值得我们探讨 而美国和俄罗斯的天气 一冷一热都给当地政府 带来相当多的麻烦 而南非的残住生态 因为住宅和道路的开发 而遭到严重的破坏 当地保育团体发起了保护运动 试图要拯救这种品味的动物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委内瑞拉 暴社倒闭风潮所引起的反政府运动 南美洲的石油大国 委内瑞拉向来以石油为主要的经济命脉 石油的出口大约占了总出口额的八成 比例相当高 因此国际油价的波动 都会直接影响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 最近委内瑞拉面临货币贬值 和通膨上升的压力 因此马杜洛政府就出了一个奇招 希望能够透过外汇管制措施 来阻止汇率下跌和通膨上升 这个办法推出之后 一些仰仗外汇的行业叫古连天 因为政府紧缩外汇之后 让他们没有足够的外汇 购买进口的原物料 而其中报社所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 委内瑞拉的报社所需要的纸张 大多是依赖进口 因此在外汇管制下 报社根本就没有办法支付进口纸张的费用 于是在缺乏纸张的情况下 一家又一家的报社接连关闭 委内瑞拉政府统计 目前已经有12家报社关闭 另外还有15家岌岌可为 如果在未来几周之内 还没有办法拿到纸张的话 那么也将要关门大集 到时候将会出现没有报纸阅读的窘境 大批民众也因此而上街抗议 政府的外汇管制措施 而马杜洛政府管制外汇的动机 真的只是为了稳定汇率和物价吗 还是想要借此为谎制 借机来打击报社 并且镇压政治异议分子呢 受到高度的怀疑 不管怎么说 这场诉求自由经济 和自由言论的社会运动 让这个施行社会主义制度的 南美富裕国家 面临抉择的难题 该往哪个方向前进 正考验着委内瑞拉政府的智慧 600多名委内瑞拉报社员工 在首都卡拉卡斯 群情激愤 聚着SOS标语 聚集在外汇局门口 要政府尽快释出外汇 购买印刷纸 否则报社就要关门大吉 报社员工用漫画 讽刺当前总统马杜洛 失败了经济政策 让国内物资短缺 连卫生纸都缺货 当地著名报社为了节省用纸 大幅缩减40%的版面 但是纸张库存量也撑不到月底 媒体人士担心 政府是蓄意让报社倒闭 意图控制言论自由 隔天示威规模持续扩大 有大学生加入游行 加上反对党领袖率领的示威群众 超过一千位民众 占据首都卡拉卡斯 他们诉求各有不同 主要是抗议政府无为 让国内通膨和失业率高涨 犯罪率居高不下 原本和平示威到最后却变冷掉 上百位学生开始焚烧废弃物 朝警方丢值10块 不少民众因此挂彩 追根究底委内瑞拉从2003年开始 为了稳定汇率严格控管外汇 影响信口成长 国内经济萎靡不振 现在就连日本汽车大厂丰田 也因为缺乏进口零件 宣布暂停在当地的汽车生产 现任总统马杜洛去年风光上任后 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 通膨率高涨 今年1月份的稀缺指数达到28% 换句话说 每100件商品就有28件买不到 加上缺乏进口商品 民生用品样样都缺 商场内涌现抢购人潮 人民生活苦哈哈 政府却把矛头指向商家 认为不肖店家恶意囤积商品 再以高价卖给黑市 谋取暴利 让百姓成为经济萧条下的牺牲者 面对国内民生凋敝 总统马杜洛祭出新的经济政策 对囤积商品者 要处以最高14年的刑责 另外还要提供新的外汇平台 刺激经济 是否能挽救颓废已久的景气 外界都在关注 伪念瑞大的思维抗议将会如何发展 我们会持续为您追踪与分析 接下来我们要和您一起来谈谈 虚拟货币比特币的骇客风波 随着时代的进步 网络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 网络购物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而虚拟货币也慢慢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而谈到虚拟货币 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比特币 特别是在最近两年中 比特币更成为全球投资人和媒体的关注焦点 比特币和传统货币不同 它是一种利用密码学和网络技术为基础 所开发出来的应用货币 它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 不受中央银行的控制 第二 可以在全世界流通 第三 没有换费的过程 交易成本低 第四 没有额度限制和手续费等问题 虽然比特币的好处多多 但是比特币的交易还是有它的风险 比如说 透过比特币交易 买卖双方都是匿名 因此如果双方借助网络平台 从事毒品和武器等非法交易 将难以追踪 而比特币也因为不受到中央银行的控制 因此汇率的波动比其他货币还要剧烈 除此之外 最近比特币的交易问题 也是层出不穷 前不久 全球主要的交易平台 遭到骇客攻击之后 最近东欧两所交易所 也相继遭到骇客的攻击 比特币基金会 目前正采取修复措施 解决客户的交易和提现的问题 虽然这波骇客攻击 并没有影响到使用者的权益 但是信心已经遭受打击 比特币的价值也因此而大幅下挫 跌幅达到27% 从这些面向来看 比特币交易仍然存在许多不可预计的风险 投资人应该要谨慎小心 在世人依旧对比特币概念模糊不清时 许多玩家们早已经磨刀磨磨 但上周却发生世界三大交易网站之一的Mountain Gox 因为技术问题暂停用户提领 没想到几天后又发生账户异常活动 使得比特币汇率跌了27% 虽然Mountain Gox随后恢复比特币兑换 但是比特币相关的研究单位抨击 表示问题出在Mountain Gox的网站设计 比特币本身不会造成这些麻烦 比特币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货币制度 概念类似白蚁如潮并不需要中央指挥 而是每只工蚁靠着环境与体内费罗蒙变化就能够完成 这种共识主动性就是比特币无为而至的概念 软体随着外界因素而自动改变 人为无法操控 2008年一位化名为中本聪的科学家 以密码学开源软体与对等网络技术 开发出比特币系统 首先中本聪设计了一个密码资料块称作矿池 并公开让其他人破解 而这些人就称作矿工 当矿工破解密码挖掘到资料块后就能得到比特币 而矿工投入的劳力时间 还有庞大的电脑运算所需的电力 就被视为对比特币的投资 当有矿工挖掘出资料块后 系统就会把难度调高 例如2012年11月时 如果你挖掘一块资料块 所需要的运算是第一个资料块的100万倍 预估2140年 新的比特币挖掘将达到极限 如果你不懂电脑软体 无法加入挖矿行列 你可以直接花钱购买 于是新的金融体系因运而生 比特币有许多交易上的优点 但是完全依赖自由市场 波动幅度大 2010年 400比特币只能换1美元 但2013年 出现1比特币居然可换1200美元 这也让许多实行货币管制的国家却步 不过在日本 比特币流通程度 比原先预期来得更快 扫描区块人的手机QR Code 得到它的位置 打上要付多少钱 马上就能把比特币点对点地传送出去 对方也能立刻收到 在日本教导巴西柔道的石川先生 因为有许多国际学生 缴学费的汇率问题十分麻烦 有学生就建议他使用比特币 一位学生说他想要付这个联络费 比特币 我不太知道比特币 但我相信他 他是我的学生 所以我说是 然后他设置一些设计 在我的电脑 在东京的餐厅老板 更认为有了比特币 将可能是银行体系的震撼弹 很多技术朋友 介绍了这个概念 和这个概念 而我认为 银行们都已经费了太多 所以我们自己的金钱 从点A到点B 而这种说法 不过这种说法恐怕太过果断 比特币点对点交易 没有第三方缓冲 银行毕竟有替使用者降低风险的效果 除此之外 非法洗钱也是隐忧之一 著名的比特币拥护者是瑞姆 虚拟货币具有便利性 但也有相当多的风险 所以有兴趣购买的民众 应该要小心为妙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美国和俄罗斯正面临的 截然不同的天气状况 极力涡旋让美国很吃不消 厚厚的积雪 从南到北到处可见 乔治亚州 德州等东南部各州 也都遭受到了暴风雪的侵袭 而来自南部亚特兰大的民众说 这是三四十年来 罕见的一场大雪 截至目前回止 这波暴风雪 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 超过36万户电力中断 影响了8300万人的生活 但是在俄罗斯 则出现了暖和的好天气 这对一般民众来说 就是个好消息 不过对于冬季奥运会的选手 和主办单位来说 情况就不太妙了 因为好天气会让雪的硬度降低 很多场地因此出现了 泥泥打滑的现象 一来很危险 二来可能会影响比赛的进行 两架产雪车同时出动 在高速公路上快速铲除积雪 美国今年冬天威力最强的冰风暴 横扫美国南部 厚厚的积雪和湿滑的路面 让连接南卡罗莱纳州和乔治亚州的 20号洲际公路交通打劫 受灾情况最严重 美国北部商业大城 芝加哥湖面整个结冰 建筑物所结下的冰堤高达半层楼高 铁轨上的火车车厢也结满冰堤 市区的大型铲雪工程车随时在路边待命 准备清除积雪 但是芝加哥当局手上将近两亿美元的除雪预算 据传已经几乎用完 民众用刮刀忙着清除挡风玻璃上的积雪 这波来的又急又快的暴风雪 席卷美国南部各州 从阿拉巴马州到北卡罗莱纳州 以夕之间风云变色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也是40年来很罕见的现象 这波冰风暴预估将分别为北卡和南卡 带来20公分以上的积雪 随着暴风雪往北移 纽约降雪预估达到25公分 这波冰风非常不稳定 非常非常难预计 我们会等待雪开始下跌 最后我们有足够的积构 我们必须有6至8公分 然后我们会放在街上 然后放在地上 七年以来降雪量超过以往 雪盐用量激增 北卡罗莱纳州准备了757万公升的浓盐水 芝加哥已经用掉21万公顿的雪盐 纽约市则准备了13万公顿的雪盐 对抗冰风暴 雪盐用量激增也带动了工业用盐价攀升 截至目前为止 价格已经翻了一倍 相对于美国冰风暴带来大量积雪 俄罗斯目前如火如荼正在举行的冬季奥运 却面临气温居高不下 奥运场地苏西最近几天的温度都在摄氏17度上下 附近近黑海的海滩 有很多不怕冷的民众纷纷纷下水游泳 但是对于奥运的粉丝来说 他们反而希望雪能够下得多一点 未来一周苏西天气晴朗 阴阳高照 高山滑雪场地 玫瑰庄园的滑雪运动中心 温度也都是在摄氏14度到16度上下 对于滑雪场地和选手的安全造成冲击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保护雪 雪还在冬季奥运动中 在冬季奥运动中 如果我们需要雪 我们可以用它在冬季奥运动中 地球气候走极端 天气的变化 变得让世人难以莫测 美国从1980年到2010年 对于极端气候缺乏准备 所蒙受的经济损失高达1.5兆美元 未来对于极端气候的因应计划 在美国已经提高到国土安全层级 去做全盘的规划和思考 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非 来看看当地的蝉除生态 南非风光明媚 动植物生态繁多 生态丰富多远 拥有彩虹果的美名 不过随着人类巨多的扩大 许多动物的生存 受到很大的威胁 比方说在开普敦半岛上的豹文蝉除 虽然人类不会猎捕它们 但是因为住宅和道路的开发 使得豹文蝉除的生态 遭到严重的破坏 数量迅速减少 已经达到评委的程度 当地生态学者发起了保育活动 特别选在繁殖季节 加长保护蝉除 并去宣导与动物和平共存的观念 族在池塘水面上鼓动猴囊 发出声音求偶 每逢7到9月 是南非的冬天 也是这种豹文蝉除的繁殖剂 然而本能的驱策 却使得这种小动物 蒙受极大的生命危险 原来豹文蝉除 祝福夜出 喜欢趁晚上摸黑道池塘 寻找同类配对 只要一个闪失 往往命丧汽车轮下 马路如虎口 套用在豹文蝉除身上 一点也不夸张 挽救兵围的豹文蝉除 南非开普敦郊区居民 与动宝团体组成巡守队 一共70名志愿者 轮流出勤 充当护花使者 保育第一步 得先学会捕捉 志工沿着马路边缘 打起矮矮的围离 全为了请军入问 小家伙掉进陷阱里 会由志工护送 不必冒险爬过马路 就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繁衍下一代 实际行动固然重要 将保育观念升值 人心一样不可或缺 大家可能以为豹文蝉除喜欢水 事实上它是陆漆动物 只有交配季节 才愿意跳进池塘 它顶多只能在水里 待24小时 再久就可能溺斃 所以游泳池的人家 不忘装上攀爬网 避免蝉除受困池内 蝉除以昆虫 软虫 以及软体动物为食 本身则被蛇类与猛禽 猎捕 是生态系重要环节 动物学者表示 虽然蝉除其貌不扬 但会帮忙吃掉蚊子 或植物害虫 倘若不小心在院子面对面 别急着将它赶走 翻开茂密水生植物 找到果冻状的蝉除卵 保育志工很希望 这些卵能够顺利孵化成蝌蚪 恢复这种冰围动物的族群数量 让野生动物大国南非 不负彩虹之国的美名 全球视野 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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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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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